一片可能一两万吧 大家好 我是修飞机的莫迪师傅 今天在仓库发现一堆涡轮月片 给大家看一下 相比于汽车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飞机的涡轮是更复杂的 我们先了解一下 飞机发动机的涡轮在哪里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发动机的解剖图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风扇 进气口 风扇 低压压气机 高压压气机 然后这里燃烧式 产生高温 这里是涡轮 低压涡轮 高压涡轮 尾盆口 所以涡轮的工作环境很恶劣 这里是燃烧时产生非常大的高温 可以高到1700度 然后它会承受很大的离心力 因为它在旋转 所以说它的强度要求非常的高 所以涡轮制造的成本非常的高 而且它的工艺也很复杂 因为燃烧式排出的温度很高 所以它需要散热 因此高压涡轮的话 它的叶片里面基本上是空心的 然后有很多散热孔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些低压涡轮 以及APO的一些涡轮叶片 所以就没有这些散热孔 这一个不知道是压气机还是涡轮的叶片 被打坏了 叶间出现了弯折 有很多这种小的叶片都是报废了的 都是出现问题 因为正常的这种涅机合金的叶片 非常的昂贵 一片可能一两万吧 这种叶片前缘损伤 应该就是进了外来物被打伤过的 总之就是这些东西很昂贵 维护时一定要小心 有的人喜欢收藏这种叶片 特别是风扇叶片很大 可以在家里当个摆件 那今天的小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